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棋局 请各位看一下大气盘 这盘棋呢 是我们国内的两大年轻的高手 石岳和唐伟新的一盘对局 取材呢 是2015年三星杯半决赛的第二局 可以说这盘棋对于当时的石岳来说呢 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 因为在这个半决赛的三番棋的第一局当中 唐伟新是先下一城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第二盘棋的赛点呢 对于石岳来说压力非常大 而且在15年时候的唐伟新 跟16年时候的唐伟新 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我想当时输掉了首局的石岳 心情上呢 是有一些波动的 所以在这个体现在棋盘上呢 是出现了非常精彩 而且很体现石岳这位棋手个人风格的这么一盘棋 尤其呢 是在右下边之后的这一整个局部当中 是成为了这一盘棋的一个核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棋局 白棋的上一手棋 打入 唐伟新打入了 面对这样的打入 我们通常呢 会有两个悬点 一个呢 是比方说尖顶或者扎钉 那这样的下法 通常情况下就是把白棋赶出去 然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黑棋把下边这一块棋的这个根距和木走到 但是对于白棋这个子的整体的杀伤力呢 不是很大 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走在上边 那走在上边的话 通常情况会让白棋在二三线做火 比如说白棋拖一个 然后连扳 诸如此类的下法 白棋可以在下方做火 那一般情况下选择走在这个非正位置 这样的选点呢 是主要是因为可能想取势 而白棋在下边的这个做火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顺畅 但是这盘棋的话 很显然如果黑棋走势 对于此后的发展并不是很有价值 而白棋现在如果说拖了连扳的话 想要做火 还是很轻松的 所以当白棋打入的时候 其实黑棋是 首先排除的就是 这个天上飞震这样的下法 当然了 面对这个打入的话 除了肩顶飞震 还有的 还有一个下法 就是从这个方向走过来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很显然黑棋也不愿意 因为这个拆一本身 骑行就是比较局促 那给白棋的选点呢 还是很多 它可以 比方说 这个拖了连扳 求生根 还有呢 就是跳出来 往外走 所以这三个方向的选择 虽然黑棋都可以下 但是作为黑棋来讲 可能都不是很满意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十月它的这个力量非常大 尤其是在这个实战当中啊 以多次涂掉这个对方大龙 而得名场军一条龙这样的别称 这样的一个别称 对于职业高手来说的话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业余一起守 可能很多喜欢去拼杀 去比例 矫力 然后会出现杀对方大龙这样的情况 但是在职业高手的这样的对局当中啊 水平在同一个层面上 你想要吃掉对方一条大龙 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难的 可是十月却以杀掉对方大龙而著名 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位棋风非常鲜明的棋手 那回到这盘棋的这个点上 我们刚才介绍这三个下法 这三个大的方向的话 黑棋无非就是在权衡是哪一种方式对自己比较有利 或者说对对方的压力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我们没有考虑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吃掉这个子 我想如果说唐伟欣知道自己的一步打入这颗子 最后会被十月直接绞杀掉 那他可能这首棋他绝对不会这么下 但是呢 我们都说这个下棋有些时候是事后诸葛亮 我想不包括这个唐伟欣吧 甚至很多的职业高手都不会想到这个时候 往这打入就会被对方给吃掉 结果呢 十月他就真的是这么下了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接着呢 十月 头上移盖 这个下法 通常情况下是在这个 我们就是说在边上啊 脚上定式的移盖的这种下法会比较常见 这个移盖 在这样的一个局部 用这种手段 黑戏居然是要来吃白戏 也是很难想象 接着呢 白戏搬一个 这也是正常分寸 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唐伟欣还没有意识到 十月是真的已经是痛下了杀心了 然后黑戏再一尝 那这个靠压比单飞一个要紧凑一些 它区别在于现在白戏拖 黑戏搬的时候呢 白戏它不能连搬 它只能粘回来 那刚才没有这个交换的话 我们摆的这个变化图 白戏它是可以从这连搬一个的 假设可以连搬起来呢 白戏在下面这个生根作眼的这种概率和弹性呢 就会更大一些 当然黑棋之所以它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这么选呢 还因为在这个边上呢 以后啊 这个顶多多少少有一定的这个先手的成分 所以它才敢这么下 否则的话 按照后来实战的进程 如果这个没有这个子作为接应 假设白戏在这边有子的话 那黑戏这么下就不成立了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 究竟这个棋 黑戏是怎么能够把白戏给吃掉的 我想在这个局部里面 所需要去计算的这个变化图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白戏大飞 其实这个下法 我们如果说在这个有一定年纪的棋友 会觉得有点眼熟 其实这个黑戏小林流之后呢 白戏大飞手脚 曾经有一度流行过黑戏跳 然后飞进来 然后靠压加过来 这样的下法之后 白戏打入这边 然后黑戏有这样的杀掉白戏的这种变化 这是在我曾经学棋的时候 我是见到过的 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 黑戏还是采用了这个下法 那究竟成不成立呢 现在白戏大飞 白戏的每一首其实是极力的在扩张自己的眼位 就这黑戏点进来 我想之所以十月会在这个布局一开始就能够下降的决心 一方面在世界大赛的这种半决赛的舞台上啊 这么下棋风险确实是非常大的 这也体现出十月这位棋手 他的这个胆识是惊人的 我们都说一高人胆大 大概就是如此 其次呢 猜想当时的十月可能满心也是带着一枪怒火 我觉得在当时的十月眼里 恐怕唐伟星未必是 但是没想到的 有趣的故事就是如此 在时隔一年之后的百灵杯的半决赛舞台上 应试杯的半决赛舞台上 这两位又再一次相遇 但是时隔一年的唐伟星已经今非昔比了 在应试杯的半决赛舞台上呢 唐伟星报了这个一箭之筹 所以棋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局 也是非常的有趣 那高手之间呢 其实也是惺惺相惜的 其实他们在棋盘下呢 也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朋友 但是一旦坐到棋盘上 我们看到的是 步步都是带着这种最狠的下法 每一招棋都是企图让对方一箭封喉 接着我们再来看 现在黑棋一拐下来 局部因为黑棋点了交换之后呢 白棋在这做不出一个眼 如果你吃的话我就灭眼 挡住的话 黑棋可以爬一个 这个 在这个局部 无论如何 白棋是摆不出两只眼了 那在外面能不能出头呢 白棋贴 黑棋扳 然后 我们不知道 唐伟星是在什么时候 才明白黑棋已经动了杀心 也许是从这一靠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了解到对方 是已经是对自己要痛下杀手了 但是 从这个靠的时候 我想作为唐伟星来说 多少可能会产生一些质疑 带着一种质疑去继续下棋的 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棋 不行呢 那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 原来在职业高手的这样对局当中 还能有这么刺激 这么激烈的这样的棋会产生 其实我们看到 黑棋从这个靠压之后的下法 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 手段呢 也是很直接的 除此之外 他没有下很妙的 让我们很吃惊的棋 但是呢 就是这样 非常让我们在我们看来是比较直线的计算 但是依然用这种最直线的方式 把白棋吃掉了 然后我们再看现在白棋虎一个要不断 然后黑棋挖一个 虽然看上去黑棋外边的断点很多 但是它巧妙的就在于 它可以把这些断点呢 统统都让你白棋来不及走 再一断 这样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你现在白棋这边没紫 所以它断一个呢 带着这个鲜手味道 虽然白棋你补完了以后呢 那这个外边虽然有断点 但是比起这个气来说呢 黑棋还是非常长的 然后这个局部 现在白棋扎一个 黑棋先断一下 试一下白棋的应用手 然后再灭眼 白棋一挡 黑棋一爬 白棋扩大眼位 黑棋 这样一粒 下一步棋 白棋小肩 黑棋团住 这个方四 白棋是完全只能说 做出一个大眼 但是第二只眼 已经没有任何头绪了 脚上呢 这个杀棋 白棋也杀不过 拐一个黑棋就跳 整体的话 可以说从这一粒开始的话 白棋这一块棋 就被吃掉了 所以也因此呢 就奠定了 这盘棋最后是黑棋中盘获胜 可以说整盘棋最核心的 就是在这一个局部 让我们从这样一开始 从一个很常规的形状当中 看到高手能够痛下杀手的这么一面 看到了职业棋手在杀棋当中啊 展现出来这么冷血 但是又非常具有计算力和胆识的这么一个局部 好的 观众朋友们 这盘棋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企游大家好 欢迎收看《奇思妙想》 我是王向如 在上一盘棋当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十月与唐伟星的屠龙之举 那这盘棋呢 还是这两位下的 只不过呢 时间呢 已经时隔了一年 这盘棋是2016年的6月份下的 那依然是站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 应是杯半决赛三番棋的第三局 此前二人战成了1比1 这盘棋也是决胜局 非常精彩的前半盘 此时这个局面已经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在上一盘棋当中 十月呢 是屠龙战胜了唐伟星 结果时隔一年 唐伟星以同样的方式 报了一箭之丑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局部 全局的聚焦点现在在左下方 此时呢 轮白棋下 我们可以看到白棋的这一块棋 现在是被黑棋断开的 而且呢 它的这个眼位很难找 在这个方向 猴是先手 但是做不出这个第二只眼 首先做不出这样的一个眼 其次呢 在脚上 白棋这三个子 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但是如果说你直接 从这个方向爬出来 跟黑棋杀器是不成立的 这个黑棋可以 就这样挡住 杀器不行 只能考虑别的方式 也就是说现在白棋 对于这一整条大龙来说 它唯一的突破口 是在 与这两个字之间 也就是说 这儿的断点上 来围绕这一块 做一些文章 那什么样的前提 才能够使得这个 白棋能够断上去呢 那也就是说 现在白棋直接断 肯定不行 这个黑棋可以从这吃过来 那也就是说 白棋需要在这 有一个先手 那你接住的话没用 黑棋肯定不回 糊 利 都不行 那也就是 对于白棋来讲的话 必须在 一路 有一个 硬腿 的先手 这样它可以断 因为你打吃的话 白棋是可以 立下来的 那怎么才能够让 这个另一个变成先手呢 如果现在 单立 这个次序是很讲究的 如果单立的话 黑棋肯定是 闭着眼睛 先吃 吃在这 比单接上好 这样的话 灭掉了白棋的 这个眼味 那在脚上 白棋有这个力 能够做出什么文章呢 还是看一下 爬一个 爬黑棋就挡住 扑 提 打吃 接住 黑棋 一二三四 白棋 三口气 杀气 依然是不成立的 那 再想想 如果 点进来呢 点进来的话 黑棋是不能接 不能团 这样白棋粘住 这样杀气 白棋是 气长的 白棋现在 有五口气 黑棋一扳住的话 白棋一拐 一二三 白棋四口 这变成了黑棋 差一口气 所以 点的时候呢 黑棋要冲 那这样白棋 能用上这个 一路的 硬腿吗 紧一个 粘住 再一贴 现在 黑棋不能挡 黑棋只能 吃回来 这就是 一路 硬腿 起的作用 如果没有 这个子的话 黑棋等于是 松了一口气 它是可以 立下来的 但是现在 白棋这个 硬腿 即使黑棋 不能挡下去 白棋能 做活吗 现在白棋 有一个 先手眼 从这吃过 但是下一个 眼味呢 白棋 做不出来 我们刚才说了 在这个局部 白棋如果 吼的话 黑棋就 接住 你虎一个 我就搬了一毡 你如果 搬这个 我就 加 或者简单的 冲了一吃 非常清楚 你团在这也一样 吼在这也一样 我就接住 这边 无论白棋怎么走 它都做不出 第二个眼味出来 如果你虎的话 我就 顶一个 很清楚 但是 在我们知道 这个棋 白棋 有硬腿之后 脚上会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白棋 它可以 再重新 来 组织一下 这个手段的次序 那 时间还是要倒退到 白棋 一路立 的时候 其实 我们都说 计算 很难 尤其是对于我们 爱好者来讲 一步棋 要计算 这么多的手术 简直是 天方夜谭 但实际上 计算 也并没有 我们想象中 这么的难 很多时候 我们会进行 一个逻辑的推演 就像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在看一些 逻辑 非常具有逻辑性的 这种侦探的 类的小说 其实 每一个在破案的 这么 一种方式 都是在进行 逻辑上的推演 围棋 也是如此 就像刚才 我们 在这么想 如果白棋 怎么样才能够达到 白棋可以断的上来 那它需要 有这样的 一路的 硬腿 那怎么样才能够使得 这个硬腿 变成先手 这就是白棋 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 清晰的推理的脉络之后 我们只需要 沿着这个脉络去计算 那实际上呢 也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难 但是关键的 关键就在于 你对棋认知的 这个第一感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第一感 就是我们 所说的棋感 这个棋感 尤其是当 你在下快棋的时候 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因为 面对这个 361个交叉点 我们不可能去 做到 把它这个棋盘上 所有的变化都穷尽 即使是计算机 它也不能 我们现在人工智能 非常强 但是它的这个运算方式 不是使用 全局的穷尽 反而是 它是聚焦到了 一个局部之后 把这个重要的局部 穷尽 其实它的这个 计算的方式 跟我们人类 还是有一些相似的 那我们人类 所说的这种 算法 它也是根据你 聚焦到了 你的第一感当中 你确立了 这个第一感 再围绕它 进行计算 那所以 可能很多企业会问 那这个第一感 怎么去 怎么去练它 这个不是天生的 当然 有一些职业顶尖 棋手 他们具有这种天赋 但是 大多数情况下 这样的棋盘 是可以通过我们 不断的训练 去培养出来的 这种方式 比如说 我们去 在计算上 提高的话 做死活题 或者 如果我们有棋友 觉得这个 做死活题 对于成人来说 太过于枯燥和单调了 那可以考虑 去进行实战的对局 也只有在 实战当中 你去不断的培养自己 去计算 养成这样的习惯 那逐渐的 你的这个第一感 就会 为你带来 更多 更有效的 这样一种 选择 所以 第一感 对于 棋手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再回来看 这个棋实战 其实根据我们刚才 我们推理了半天 白棋 他的这个正确的 次序 先点进来 同样 黑棋 在这样的一个局部 白棋走进来 他是没得选的 这是相对来说 是一种命令式的下反 然后 加 那这个时候 跟刚才白棋立了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 现在你黑棋 同样 你是 你是不能走这个的 因为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等于白棋 在这 他 度过了 先手度过 那下一手棋 他就不会说 在这放一个字 他的这个下手棋 肯定是在这 另一个 这样强调 如果你不走 不要断上来 那如果说你 不断的话呢 他再把这个 演义做 等于 白棋在这 就做出了两只眼 这就是 在这个局部的 关键 我们前不说 最终的这个结果 白棋 是否做活 但是呢 白棋 从 这个角上 去 考虑问题 然后 衍生出来的 这些变化 依然是非常精彩的 那后面的这个 对于黑棋来说 此时更是应该 沉着应对 不能吃 那留给黑棋的 这个选择 只有另外一个 那就是 立下来 立下来又会发生 什么事情呢 现在 白棋 挡 黑棋 吃 白棋 从 最开始的 这样的一个 策划 就是为了 把这个立变成先手 那现在他如愿以偿 那黑棋 为什么还能够 这么下呢 就是因为他对 后面的这个下法呢 充满了信心 如果说 这几首棋 是 白棋 在进行 他个人的表演 那么不论结果 此后的黑棋呢 又轮到了 黑棋 来 施展 他的这个 手段了 然后 白棋 断上来 这个时候呢 黑棋 打吃一下 然后跟白棋 里交换 此时如果 如果黑棋 简单的 长一个的话 那么这盘棋的胜负 可能就要改写了 这样白棋 小尖 黑棋 爬 白棋 他可以 再退一手 所以白棋 下边 这个派棋 他整体的气 一二 三 四 五 如果收的话 大概 这样收 六七 白棋 整体有七口气 黑棋在这边 最多爬 挡住 四五 五口气 所以 如果 这几个子 跟白棋 下边这块 杀气 不现实 那黑棋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似乎 眼看着 对方 这个 大龙 就要这么 巧妙的 连回去了 煮熟的鸭子 好像就要 飞了 但是呢 黑棋 非常的冷静 这盘棋 与刚才 上一盘棋 我们所介绍的 有区别在于 当时的 十月 下第一手的时候 就已经 决定了 这盘棋 之后走向 他就一定要 吃你 只有这一条路 划山一条道 吃不着你 我可能 我这个局部 就崩溃了 但这盘棋 不一样 因为 其实作为 白棋的 这个实战 他这样下的 这个结果 对于黑棋 整体的目数来说 白棋是非常损的 因为如果说 正常情况 白棋可以跳间 这里面现在 等于黑棋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三目 白多了 十三目多 因此呢 黑棋 他其实 现在不是说 一定要吃掉 白棋 作为这个 最终的 结果 因此 这个时候 黑棋 其实 心情还是 比较轻松 愉快 他就 往这 比顶 这样 白棋 如果吃 黑棋 他就吃完了 再靠一个 让你这个 这样袜粘 他就 黑棋 就算了 就让你两眼 坐火 这么判断下来 黑棋 依然是 引起 但是 所以白棋 不肯 白棋 不愿接受 这个 现实 但是呢 实战 有了这两手 交换啊 黑棋再爬过来 这个棋 就不一样了 白棋 挡不住了 这样一尝 黑棋 已经遛口气 然后 动手 白棋 慢一气 因此呢 黑棋 下出了这样的手段 之后 此后就奠定了 这盘棋的 最终的胜利 也报了一年前的 十月 图自己 唐伟星的 这样一箭之仇吧 好 观众朋友们 这盘棋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